前面我们有提到物理电学实验室里的试波器 从试波器的荧幕里观察电学中交流电的电流 随着时间变化的图形 经过前面几支影片的讨论 这个图形看起来像y等于sinx的图形 经过变形后的样子 而图形的变形就是做了一种 平移及伸缩的过程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y等于sinx的平移及伸缩 将y等于sinx的图形向左平移h单位 向上平移k单位 得到y等于sin括号x加三分之π加二的图形 h介于π与复π之间 是求第一题 hk的值 第二题 y等于sin括号x加三分之π加二的周期即正幅 解答 解答 第一题 h等于三分之π k等于二 第二题 周期为二π 正幅为一 将y等于sinx的图形 千值伸缩为原来的a倍 水平伸缩为原来的b倍 得到 y等于三sin2x的图形 其中 ab大于零 是求 第一题 ab的值 第二题 y等于三sin2x的周期即正幅 解答 第一题 a等于3 b等于二分之一 第二题 周期为π 正幅为3 前面的影片及测验中 我们藉由伸缩将y等于sinx的图形 变成y等于三sin2x的图形 关于这个图形的变化 我们可以先将y等于sinx 千值伸缩为原来的三倍 变成y等于三sinx 然后 再继续将y等于三sinx的图形 水平伸缩为原来的二分之一背后 得到 y等于三sin2x的图形 最后 我们比较 y等于sinx的图形 及 y等于三sin2x的图形的周期 正幅 还有最大最小值 如标所示 那假如我们想要更进一步绘制函数 y等于三sin2x-3π-1的图形 该如何利用 y等于sinx的图形来绘制呢? 还有 y等于三sin2x-3π-1的周期 正幅 以及最大最小值呢? 我们可以借用前面 y等于sinx的图形 经由伸缩变成 y等于三sin2x的结果 再利用平移 画出 y等于三sin2x-3π-1的 函数图形 为什么呢? 因为做左右平移的时候 x的坐标的值 会受到变数x前面系数影响 所以要单纯看左右平移时 要先将 y等于三sin2x-3π-1 改写成 y等于三sin2x-6π-1的形式 正好是将 y等于三sin2x向右平移 6π-1的结果 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将 y等于sinx的图形 变形到 y等于三sin2x-3π-1的图形 分成以下四个步骤 步骤一 将 y等于sinx 牵直伸缩为原来的三倍 变成 y等于三sinx 此时 周期为2π 正伏等于3 最大值3 最小值-3 步骤二 将 y等于三sinx 水平伸缩为原来的 二分之一倍后 得到 y等于三sin2x的图形 此时 周期为π 正伏等于3 最大值3 最小值-3 步骤三 将y等于三sin2x 向右平移 六分之π单位后 得到 y等于三sin2x-6π的图形 此时 周期为π 正伏等于3 最大值3 最小值-3 步骤四 将y等于三sin2x-6π 向下平移 一单位后 得到 y等于三sin 括号 2x-6π-1的图形 此时 周期为π 正伏等于3 但最大值2 最小值-4 最后 我们将 y等于sinx的图形 与 y等于三sin 括号 2x-3π-1的图形 做个比较 从刚才 我们做 伸缩及平移的过程 及其图形当中得知 y等于三sin 括号 2x-3π-1的正伏 为y等于sinx的三倍 周期为y等于sinx的二分之一倍 由于y等于sinx的最大值为1 最小值为-1 我们可以得到 y等于三sin 括号 2x-3π-1的最大值 为3乘以1 减1 等于2 最小值 为3乘以-1 减1 等于-4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练习 荧幕中的图为函数 y等于a-sin bx加k的部分图形 第一题 是求此函数的周期与正伏 第二题 决定abk的值 其中ab均为正数 观察图形 点四分之三π-5 与四分之五π-3 为相邻的最低点与最高点 在四分之三π 及四分之五π之间的图形 刚好是半个周期 所以周期为2乘以括号 四分之五π-四分之三π 等于π 另一方面 前面影片有提到 正伏就是函数的最大值 及最小值 差的一半 因为函数最高点 与最低点的y坐标 分别为三与负五 所以正伏为 二分之三减负五 等于四 由于正伏等于四 即可知a等于四 由函数最大值 三等于k加a 等于k加4 得k等于负一 而周期π等于b分之二π 所以b等于2 以至f of x 等于a3括号bx加h 的部分图形 如图所示 以至a大于0 b大于0 h小于π 及大于负π 其中π点32为最高点 1与5为与x轴交点的横坐标 求a与b与h的值 解答 a等于2 b等于四分之π h等于负四分之π 从y等于sinx的图形出发 利用平移伸缩 可以画成 y等于a3括号bx-h加k的图形 其中a大于0 b大于0 过程其步骤如下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完整地介绍正弦函数图形 同时做伸缩与平移时 对周期及政府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举了例题来练习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了解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做练习哦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